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 蜜形象顾问范小蜜 创办人的小蜜老师 来接受我们的人物专法 欢迎 老师长得很漂亮 而且今天穿得很性感 我们的产业有点为时尚跟性感 对 这边 那这边可以想 请老师跟我们分享 就是你当初创业的起心动念吗 当初创业是因为我一开始是 本业是一个发型师 然后我有从事整体造型 后来因为比赛德明 有接触一些服装秀的后台 跟摄影棚的一些摄影 杂志合作 所以后来对服装有非常浓厚的兴趣 于是自己开了一间服饰店 但当时服饰店是因为 我是用造型师的身份 在帮他们做造型规划 所以其实有蛮多人对穿搭这一块 会觉得我帮他们规划造型 他们会有点不敢穿 格格不入 所以后来那个服饰店很快就歇业了 后来我因为十年后 我那个灵魂还在 所以我又去重新 想说我要怎么样让这件事情 它是一个变成是大家 真的是很完整的在帮一个人做形象规划 所以我就是进修了形象课程这一块 那因为形象课程是一个很专业的课程 所以我后来到日本去拿了一个形象的服装穿搭证照 那这个证照我觉得很棒的是 它其实是可以架构在一个人的色彩 肤色身形管理 它是帮一个人做全方位的 算是身形检测跟形象检测 所以拿到这张证照之后 我觉得对形象管理这一块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老师的形象顾问的服务有包含有哪些 我们的形象顾问的话 包含的就是有检测 我们有科学检测 所以我们在帮一个人做形象规划的时候 我们会先帮他做心理测验 我们会先引导他心理需求跟喜好 然后再帮他做一个色彩的检测 跟风格三屏五眼 三屏五眼身形检测 我们会帮他做一个量身定制的形象管理的 一个他的套装风格 对 那像这样子一般顾客的话 如果说去咨询 这个是很需要一个很长期的时间吗 我们会先有一个课程的时间 大概是四个小时 先帮你做形象风格检测 这个是算比较基础的检测 对那稍微会比较是一个简单的系统 让你明白自己的风格跟肤色跟你的身形是属于哪一块 对那这个是一个初阶的课程 它只是一个初阶的课程 那我们还是有稍微在稍微深一点的课程 就是第二阶段的课程我们可能会包含到你的商业 商业模式 社交场合 再来是衣柜管理 对再来是赔购选购选品 这些是我们第二阶段的课程 那第三阶段我们可能就是帮你做一个从头到脚的改造 从头到脚 对就是实战帮你做改造 让你真的是上完课程之后 然后再去采购之后 帮你建立一个你自己的风格形象 这个是第三阶段 第三阶段的部分 对 所以呢它也是属于要一个很长期的一个投资 它需要一点时间 时间 对 因为明白自己没有那么简单 没错 对 那这边的话像老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你的形象顾问的那个精英理念 我精英理念就是 我比较希望是能帮助一个人建立他的信心 跟他自己的一个形象规划 因为蛮多人其实在职场上 或是在社交上 人际关系上 其实他们是没有办法确定自己是什么风格 然后自己的身份地位穿搭是格格不入的 所以其实我们的精英理念就是在帮助一个人建立他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形象系统 然后进而帮助他社会 在社会上可以很好的协助他管理他的职业 还有人际关系 建立信心 对这是我的精英理念 希望能够帮助到很多人找到自己的辨识度 那老师你的客户群的话就是年纪然后呢有分男跟女吗 我们男女都有 年纪的话我们会比较建议是20到60岁 因为这时候是刚好出社会的阶段 然后也可能是面临中年转业 那或者是面临你可能在身份地位的跳板 所以其实风格检测我比较会建议10年一定要检视自己的一次 因为10年是一个算是一个周期的规划 那因为这10年你可能会有身份地位的变动啊 或者是环境啊 然后再来是你的条件不一样 所以我们必须建议在10年内做一个很好的风格检测 对架构出来你目前的身份地位 对没错那这边的话就是说以你的商品特色 像你会跟大家建议就是说有哪方面比较有需求的人可以来找 来咨询老师这边 其实我们的商品各种人都是有需求 像例如说你可能是正面临到你想要换工作 你要转型或是在职场上一直没有办法有辨识度 拿不到好结果 或是说你想要在薪水上面想要做提升 那甚至人际关系上面或是想脱单的人也是蛮多的 那也是蛮多在婚姻当中可能二度就业啊 或者是说可能在稍微进阶一点要陪老公应酬的贵妇们太太们 那这些都是很适合来上午课的课群 所以老师课群的话有没有遇到就是学生或者是客人 那你印象比较深刻的还是比较骄傲成就感的事情 有一个比较印象深刻是我两年前有一个学生他上完了大概他上完一二三个阶段的课程 那他上完这套课程其实形象这一块只是在帮助你架构你的一个系统 但是后面的路你要自己自己加油 所以后来他上了这套课程他明白了自己的风格属性 那他也去上了一些我有规划他建议他去上一些心理学的课程啊 再来是去多去接触一些社交场合 所以其实后来这两年他就是有蛮大的进步 我在遇到他是两年后我看到他有很大的改变 他说因为他以前是一个很唯唯诺诺的女生 他是一个在人群中就是非常没有辨识度的人 那他上完这两年的课程之后再看到他我觉得他变得不一样 我说这两年有没有什么心得可以跟我分享 他说他选品变高级了 他也知道说他自己是什么风格 他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属性的女生 他不再去乱投资在一些不是属于他的风格上面 然后再来是他的事业也变得很好 他就是面试几乎一次就上 对然后再来是他也脱单了遇到一个很棒的男朋友 那因为他以前的条件其实是好的 只是他没有找到自己的优势 所以当我帮他上完这套课程 他找到优势之后 他现在也在接网拍的工作了 对 等于就是改造成功 他算很大成功 对听你这样讲 因为他如果没有遇到你 他可能还是在之前 对因为他没有自信 当他现在有自信之后 你看他开始接网拍工作 那个是多需要有很强大的自信跟外表 对 所以这一块我觉得是可以帮助一个人 在建立他信心的开始起步 对因为当你知道自己的优势之后 你开始拿到了结果 你后面的路就会比较顺 对一定 而且可以保持下去 对就比较简单 对 你拿到结果会比较容易一点 要事业有事业 要爱情有事爱情 对 所以外表很重要 对 形象很重要 真的很重要 对 对 那老师可以跟我们分享就是说 短中长期的一个规划吗 短中长期如果以我们在帮客户规划形象这一块包含我自己在的形象产业这一块 短期的话例如就是可能我需要我希望就是有蛮多学员如果你在这方面有困惑你对自己的形象一直拿不定主意或是你找不到辨识度 甚至就是大家可能对你是没有印象的 那一定要来上我的课程 因为我会用系统的课程 包含色部啊 还有肤色啊 风格 帮你确认好你的风格 你至少在你风格这一块 再去社会里做形象这一块 你是很容易有辨识度 这短期我觉得我会希望就是帮助到学员架构他们的专属形象 那中期的话我会希望是我们的产业它有很多元的东西 例如说我们有发型时尚穿搭肤色跟体型身形管理健康还有艺术 还有一些可能品酒之类的社交活动 我们希望能结合所有的产业能够一夜结盟 因为我觉得这一块是现在很多人欠缺的一些活动 我蛮多客人就是来说可是我穿那么漂亮我没地方去 我没有活动 那我改变我只能一样就是回到我原来的社交权 所以我希望就是中期我希望能够结合这些产业让他们有这些社交活动可以参与 那长期的话我觉得因为这个产业是一个很等于是帮助别人建立信心的产业 所以我觉得希望是能做很多亿业结盟 就是跟很多心理学的啊或是健康管理师啊或者是一些运动课程啊 就是我希望能够弄个学院是让大家可以在这个学院里 他可以找到所有他想要做的事情 然后他可以参与他想要参与的活动 都可以在这个长期规划的学院里面帮助他可以找到乐趣 对以及信心 等于就是一个很多元化的一个学院 对要多元化 对因为现在这个社会的趋势应该也都是以多元为主了 对 那这边的话老师可以跟我们建议就是有年轻人想要创业 好你会给予他什么鼓励 你是说创业者 创业者 就是想要做你形象顾问相属性的工作呢 如果你想要当形象顾问我觉得必须要有几个要素 一个是你的心理要素要很健全 因为你必须在帮助别人的情况之下 你要引导他在这一块是建立信心的 然后再来是我觉得要对时尚跟流行品味是非常有浓厚的美学背景 对因为你有美学背景 你的说服力才会比较强一点 然后再来是你给别人建立的信心 你的自己的风格会让别的学员建立起信心 所以在自己的自身方面 不管身形啊 还有我们的品味啊 我们的时尚流行感啊 我觉得必须要有包装过 而且你必须要有很深的兴趣 对然后你要美学背景要至少要有底子 你必须有底子 你才能去帮别人规划形象这一块 所以如果要做这一个产业 我觉得你要有很多的底蕴在里面 对美学的底蕴在 会比较合适 而且你会走得比人家轻松一点 所以老师在这个过程中的话 应该有遇到一些比较困难跟错人的事情 对 有啊 对 哪一件事情让你觉得是左手上比较难的 左手上就是说服一个人改变是很难的 就是来咨询的客户吗 对应该是说这个产业它是在以前是很高端的产业 所以一开始我们可能我们会进入到一些比较高端的客群里面 那其实高端的客群有些他其实对自己的形象他觉得就是轻松自在就好 对 所以一开始我们在做这个产业的时候客群你的目标客群一定要非常清楚 那如果你的目标客群错了 你可能就是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客群来上形象管理这一套课程 所以我觉得你如果是形象管理这一块客群我后来现在向下修 我觉得我想帮助一些真的是想要好好的在社会上建立信心 或是在职业上的有需求的人 我觉得想帮助他们就是很快的就是也能很轻易的上到这堂形象课程 对 对 就是帮一些比较新鲜学子或者是常找工作的 对 对 让他们快速就是可以印证到工作 嗯 对 那这边的话像老师有讲一句话就是其实形象是你的呃 代表你第一张的名片 对 对 其实那以后就是以你的形象就不用带名片了 对因为形象在视觉形象传达里面只有0.38秒 所以这么快速的时候没有时间听你介绍你是谁 当你的形象很良好的时候那个就是人家对你建立起的第一张名片 嗯 那个是你无需开口的价值与竞争力 对对 所以像老师的话你有什么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你形象顾问你有什么话想要说的吗 嗯 我觉得良好的形象可以帮助你在社会上第一个就是建立起很好的人际关系 然后再来是你的工作运会变得很强 再来是你的异性元也会变得很好 你拿下的结果都会比别人要来的高很多你的机会会比别人强大 嗯 这个是我印证过的一个就是好处 对在我身上我就会印证到形象良好 你真的可以拿下非常多的好处 对 而且这个大家也是都是以就像你讲的0.38秒 对 其实第一眼真的很重要 对 对有印象跟没印象 所以形象是需要系统的 系统是需要老师的帮助的 对 对那好的系统好的帮助之后 你就可以很快速的拓展你的生活上的各种层次了 嗯 对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投资的一个课程 对 嗯 所以呢 就是想要改造自己的话就可以找小蜜老师了 对 欢迎 哈哈哈 对 好 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蜜形象顾问办小蜜创办人小蜜老师 来接受我们的任务专访 感谢老师你们来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